十一点开始发放爱心便当 满满的排队人潮已经绵延整条棋楼 秦龙珠宝董事长江洪志 协同企业界善心友人 一起来进行这个迈入第十年的爱心关怀活动 发送爱心便当 馒头之外 还有一个过年的小红包 给需要帮助的基层民众 拿到红包的民众频频道谢 感谢董事长的爱心 谢谢 祝你快乐 谢谢 祝你快乐 联系花爱心便当加一个馒头 大概将近有十年 每个月每个礼拜的礼拜四早上 十一点在乾隆珠宝公司的门口发放 这个爱心的活动是让我们发现 整个社会非常需要爱来关怀 今天在年关之前特别感谢我们大善人张耿龙副董事长来共襄盛级 他曾经也帮我们在基隆地区也花了好几百件的花热衣服 给这些低收入的民众来使用 尤其他每年的节日他都会自动来参与 发给这些需要的民众的一个红包 今天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特别的感谢也利用这个机会让社会各界知道 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怀这些热视团体的需要 感谢我们江董事长 邀请我们 因为每年的这个时候他都会邀请我一起过来 那因为疫情期间这些老人家很辛苦 那而且越来越多 那我希望我们能够共襄盛举 一起来特别特别带我的小孩跟我太太 然后一起来关怀这些老人家 那希望一直持续做下去 其实我我们公司大概已经做了二十多年快三十年了 然后在上个礼拜我们也在龙山市也发放便当 那因为过年期间这些老人家都很辛苦 尤其是冬天 那所以在天气寒冷的时候我们都会去花放便当 然后在各个学校我们都会请小朋友吃饭 所以在台湾我们有十几个学校 我们有在协助跟帮忙 这个爱心活动的发起人 乾隆珠宝董事长江洪志说 关怀活动进入第十年 很开心能够结合善心友人 让这份爱心与关怀不断地传播出去 让弱势民众感受到年节的温暖与祝福 也一起让基隆成为更有爱的城市 记者陈淑平 基隆报道